八点三十二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容易混淆 你看第一个同学最熟悉的 大概就第一个字了 popular 一般来讲 我们受人欢迎 我们就是用be popular with谁 be popular with谁是受人欢迎的 但是后面这几个同学就比较不熟悉了 那么populous populous这是人口很稠密的 就是住有很多人的 这是形容词 人口很稠密 popular受欢迎 它的名词加ity 加了一个ity就是名词 抽象名词的字为popularity 就是名气流行 或者是我们讲的知名度 知名度就是用popularity 就是受欢迎的程度 我们就叫知名度 好 再来 下面 那如果要让知名度传出去 要很普及 就是popular一接过来 就加一个ize ize就是动词的字为 所以呢 这个形容词 加了一个ity变名词 加了ize就变动词 使得很普及 好 很普遍化 英文就叫populize 好像不太容易啊 没错 那再来 第三个population 这同学就很熟悉了 population 常常会出在单字的考题 人口 但是populate ate ate也是动词的一个字为 populate populate 就居住于什么地方 populate 好了 这个就是有关于 populate所形成的 一缸子相关的单字 好 要稍微注意 我们看一些补充 第一个 a populous country a populous country 那这个就是一个 人口很稠密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都市 好像印度啦 印尼啦 等等 东京啦 这些都是一个 很人口很稠密的都市 还有城市 OK 第二个 人口 the population grow rapidly 好 人口 grow成长 怎样成长 后面用父子来修饰 Rapidly 快速的成长 那要不然就是 dwindle dwindle就是什么 人口慢慢减少 慢慢萎缩了 gradually gradually是逐渐的 渐渐的萎缩 也就是说 人口渐渐的减少了 好 成长用glow减少 当然你也可以用decrease 但是用这个dwindle 萎缩 人口越来越少的意思 也不错的一个单子 dwindle 好 再看下面 popularity 就是我们讲的知名度 好 那 achieve 达到 或者是enjoy 享有 很大的知名度 好 像周杰伦 阿妹 这些 好 这个 都是可以用 achieve great popularity 好 获得 很高的知名度 也可以用 enjoy great popularity 再看下面 第四个 补充 new york is densely populated 这个纽约是被人们居住的 所以这个居住呢 我们用被动 意思populated 就是被居住 怎样被居住啊 但是里是很浓密 很稠密的被居住 就是纽纽约的人口呢 非常的稠密 好 居住人口非常的多的意思 好 这个就是 补充的部分 加剧 我们来看一看 练习的部分 第一题 the teacher 意思 为是 这很简单的 这老师一定是受学生的翻译 后面是讲原因的 for是因为什么而受到学生的欢迎 好 所以这个for很重要 很多动词常常会配for 你看我们讲说 感谢人因为什么是感谢人 我们一样是用 thank人 for 事情 好 如果我们讲说 哇 老师因为他很诚实 而称赞某人 我们也是用 praise 人 for 后面就加事情 很好用for 这边也是一个for 老师很受学生的欢迎 所以因为 his kindness 这老师很仁慈 很慈爱 很慈祥 不过骂学生 那而且呢 infusism infusism 是很热心 帮助学生 所以他很受学生的欢迎 OK 正确答案要用 popular 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继续 我们看第二题的部分 do has been has been是完成式 那do是有 好 do has been 我们就发现已经有 也就是说啊 从以前啊 到现在 已经有一个sharp reduction reduction 是减少 好 可以当程度的减少 或者是数量的减少 都可以 有一个sharp 很极具的 好 尖锐的 我们就发现 急速的减少 好 在什么 这个方面 in the formosa bell OK in the formosa bell 什么 in台湾 在台湾 在这个 formosa 如果n 不要 formosa 就是我们的 弗洛摩沙 也就是台湾的语诗 好 弗洛摩沙 台湾 加一个n 就变成形容词 好 弗洛摩沙 的 台湾的 熊 的 什么 台湾 黑熊 的 什么 这个 最近 有 急剧 数量 有急剧的 一个减少 急速的减少 所以 这个 要填进去的答案 应该就是 population 好 人口 数量 的意思 那么 当然 我们讲人 就是人口 讲动物 就是动物的 数量 好 动物的 总数 就是population 第三题 丢吐是很重要的一个片语 丢吐就是 鱿鱼 好 鱿鱼 我们不一定要用丢吐 另外还有一个写法 是 很好用的叫 because of 好 因为的意思 因为 那么 还有同学 他不会用 because of 他用另外一个 un account of 这个也不错 另外又还有一个叫 all into 这几个通通都是 因为 鱿鱼的 这个 片语 后面要加名词 名词前面又可以加形容词 所以 由于 economic depression economic 行动词 经济上的 depression 是不景气 萎缩 由于 经济上的 不景气 the inner city inner city city 是都市 inner 是内部 什么叫都市 内部 那就是市中心的地区 这个市中心的地区 no longer 不再怎样 不再 这个住很多人 有什么 经济不景气 很多人住在 像台北市的市中心 你看看 那个房租多贵啊 很多人住不起了 通通搬到郊区去了 所以呢 市中心的地区呢 就 这个 不再 很稠密的 住人了 好 这个 就是 跟我们上面讲的这个 被动 被动 被人们所居住的意思 no longer 不再 居住 有很多的人了 所以这个答案 就是用 populated 这是居住的意思 居住 再看 第四题的部分 这个艺术家 收藏的 工艺 这个美术品 很受外国人怀奥 很受谁的欢迎 那我们先看 那这个 主持是哪里 主持是艺术家吗 还是 这个公艺的美术品啊 好 这公艺美术品是 这个艺术家 所 收藏的 所 收集的 所以这个 应该是 纸具 因为有主持 有动词 我们用大瓜服 这是纸具 修饰后面的 公艺美术品 主持应该是这个 公艺美术品 那么 我们先把主持写出来吧 这些公艺美术品 有限定 要加一个 the autistic autistic 就是艺术的 公艺的 好 作品 我们用work加s work加s 就可以当作品了 什么 什么艺术品 关系纸具 会取出来 这个艺术家 的 artist 艺术家 叫 artist 他 以前到现在 所收藏的 所以我们要用 现在完成 是 has collected ok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这个 主持是在这里 公艺美术品 什么 公艺美术品 这关系纸具 摆在后面 补充 说明前面的 这美术品 是这艺术家 这个 已经收藏到的 这些美术品 好了 这个很多嘛 所以呢 后面动词 我们用复述 很受什么欢迎 are very popular 很受谁欢迎 外国的游客 外国用形容词 foreign 游客 叫tourist ist 或者是用 这个 traveller traveller e-r-r-s 好 ok 这个是 很棒的 一个单字 tourist 就是观光客 traveller 就是游客 好 这是 第四题的翻译 好了 有关于 popular popular 是这些 很难处理的单字 嗯 老师就 介绍到 这个地方 有关于 有关于 是 有关于 是 有关于 的